我觉得这一集不用太转型听 可以比如说一边打扫啊 一边洗衣服一边听 那你这一段我要剪在最前面 OK OK 好 欢迎收听文艺少女的逆袭 我是Celia 我是Elyse 我最近呢 有一个想法 就是想要去烫那个小卷的发型 就是有一点爆炸那种发型 因为我觉得那是我 现在很流行 很流行吗 超流行的 因为我觉得那是我尝试了非常多发型以来 还没有试过的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发型 它会带给我生活非常多的不确定性 我刚想了一下 就是用这个方式破题 我觉得很自然 你知道那我最近也面临到一个 有点跟你类似的抉择 可是就是我要不要去刺青这件事情 因为呢 我其实从16岁就想刺青到现在 我就不要说已经过了几年 但我就会觉得说 要是刺出来一个我不喜欢的图案 或是我会觉得后悔的话 怎么办 我觉得那个后悔对我来说阴影有点太大 可是最近我终于觉得说 我都已经活到这个年纪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后悔 应该说要后悔的事情可多真的 所以我就想说 应该可以就是一无反顾的去做这件事情 就我身边的人就是 一直纷纷的劝退我 因为他们就说我跟你说真的很痛 你那么怕痛 我觉得你应该会被列入黑名单 因为你可能会 刺青的人有在怕痛哦 就是你可能会 那因为痛而劝退 所以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耶 没有 因为我就是那种 我觉得我是那种 就是我真的很怕痛 然后如果很痛的话 我可能会大叫跟打人 还会哭的那种 那你就去打吧 我觉得 该刺了还是要刺 我没有想过 那个身上有刺青的人 有在怕痛这件事耶 我觉得他们可能爱那个感觉吧 但我前阵子也读了一本小说 然后他里面就 就讲一句话 他就说 反正生命不是无聊 就是恐怖 就只有这两种 然后我就想说 难怪我们就是会一直 就是人类会一直找一些罪手啊 好啦 其实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主题 怕我们又差题差太远 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 其实是 这两年来 其实面对很多生活中的不确定性 也因为这些大大小小事件的发生 要一直调整自己的形态跟工作的方法 所以我们今天想要 就有几个不同的观点来聊一下 我们身为创作者 观者 跟在艺术产业里面的艺术工作者 我们怎么看待不确定性 在这两年来这么频繁的出现 对 我觉得 当然在生活上 还有人生各种决定 都会有不确定性 这个感觉 这是很正常的 那只是说 从我们的角度来聊 这件事情 我觉得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因为它牵涉到就是我们在 艺术产业工作上面 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是 你怎么自处 跟你怎么跟别人去沟通这件事 是困难的 但我刚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 我大学的时候 因为一直都在写那个剧本 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也有写一些小说 那时候就是想要当个创作者 可是我并没有真的觉得自己是一件创作者 然后我那时候读到一本 就是马奎斯的小说 是 没人写信给上校 那个故事 我看到那个故事真的是超级震撼 可是我看完那一个之后 我就下定决心 我要成为一个创作者 因为它里面 我现在应该不算剧透吧 因为这是你知道经典文学 可是它里面就是在讲一对夫妻 那他们就是已经快要饿死了 那他们就是一直在等 就是可以让他们就是有钱进来 然后可以不会饿死的一个一封信 然后但那封信一直没有来 他们就一直等到最后 然后就反正就是结局很惨就对了 那但是他们心中 在那个困苦之中 一直怀着一个信念 就是要等那封信 然后但是这时候就是有人跟他讲了一句话 就说 唯一确定会来的只有死亡 然后这句话我看了真的是超级震撼的 就是 我觉得确实 就是你想要在人生中追求确定性 或是某一种控制 某一种安全的绝对 是不可能的 然后好像当时就因为这句话 我就获得一种力量 可以继续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就是你当你真的能够接受说 对唯一确定会来的就是死亡 其他东西都是不确定 那才是活着的感觉 那才是生命的 值得去追求的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就会有一种勇气 我觉得人生 每几年就会有一些事件 用不同的方式提醒你 生命的本质这件事 就 其实疫情到现在战争啊 或者是各种天灾人祸 好像都也有这种提醒的作用 对 但是这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无聊跟恐怖 就是其实这些事情是很恐怖的 当你看到新闻 你可能会觉得 真的要感激自己拥有的事情 或者是 自己拥有的事物 或者是你觉得 你可能还可以生活在一个 相对安全的地方 其实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 但 我觉得如果回到 艺术来讲的话 你觉得那一些 以疫情为题材 或是以战争为题材 去创作的那些艺术家 你觉得他们是 利用这种方式 在消化地面对生活的 不确定性吗 我觉得看作品的时候 会有 就是你的脑袋会分析 这个作品要给你的资讯是什么 然后其实我 不是非常喜欢那种 很像在报道新闻式的作品 就是其实他 他只是在记录一件事情 但是另外一种作品 我觉得他是 意识到有某种东西在流逝 所以他经过了自己的消化之后 再把这个东西 呈现出来 所以他表达他自己 对这件事情的看法的时候 他其实 进入了一个公众的脉络 这种作品其实是 很有力量的 其实我喜欢的是后面这种 就是你不直接的谈一个事件 可是你去谈 这个事件或是这个事件 跟你之间的连接 感觉比较有人性 但是前面的那种 在市场上是比较有效 你真的让我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2012年的时候 我去柏林看了那个 李希特的回顾展 然后当然他已经是一个很成功的艺术家 但他其中有一张作品是画 那个911的 然后出来之后 我们看完展展出来之后 跟我一起去的其中一个同学 他就 有点生气 因为 他就会觉得说 好像艺术家用这种题材 创作是在消费 这个灾难 然后当时我其实蛮 觉得好奇的 可是我 我不太敢夺位 因为我那个朋友 他是一个比较偏激 的感觉 他也是念艺术的人吗 对他是念艺术师 但是他就是比 他比较关心政治啊 因为 我们当时念的那东西算是 有一半是艺术 一半是政治这样子 在讲艺术跟政治之间的关系 那他可能 就觉得说 那个感觉让他很不舒服 我就会觉得很意外 因为 我就会觉得说 以这个艺术家来讲 其实 当然他已经很成功了 他有需要消费这件事情吗 好像他已经 做这件事情 可能就只是 他接收到的一个 一个讯息 因为他 他用很多摄影 在他的 创作的 里面 所以 他是画那个照片吗 就是他画一个大楼 然后 有点像飞机 飞过去的感觉 然后其实这一张 当然他的那个 意象很强烈 因为毕竟 这个画面可能已经在 集体意识里面 成为一个记忆 然后 我自己是觉得那张画 很唯美 我觉得 当你把一个很 可怕 恐怖 的灾难 变得像是一个唯美的状态 就像比如说 很多人会用那个 核爆的那个蘑菇云 当成是一个创作的素材 的时候 当然他是会让人觉得 有一点问题 可是回过头就是 如果我们不是直接经历 这个事件的人 我们同样都是透过 媒体 经历到这件事情的人 就是 他的层次 其实是很接近的 就是我们怎么去消费 这些图像 跟他背后的讯息 其实真正要传达了什么 其实对我们来讲 都已经是经过终结的 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 我们不是第一手 经验的人 所以我们不能确定 第一个是不能确定 当时在场的人 是怎么去感受 这个事件 第二个是 我们不能确定 艺术家 他的真正的动机 是什么 他的意图是政治的 或是是艺术的 美学的 还是他纯粹只是 一个生活的 直接反应 不过你这也让我想到 虽然作为观者 我们很难掌握 创作者的意图 但是其实创作者 他们也很难去控制 观众会怎么看 他们的作品 就是今天同一件作品 如果你放到 不同的市场条件下 其实真的 可能一百个人 就有一百种答案 如果你拿一张画 去问一个 艺术史专业背景的人 跟你就是拿去问一个 有时候会去美术馆 看展览 但是其实没有太多这种 美术史的 我懂 一般观众 其实他们真的很有可能 对一张画会有完全 截然不同的想法 我懂 你知道 我觉得在艺术圈 工作这么多年 我最常被问的 就是说 所以这要表达什么 除了这个好还是不好 之外就是问说 所以这要表达什么 就是相对面对大众的时候 那我都会觉得说 这个问题你要问你自己 我心里会这样想 但我可能还是会 就是把我这边有的 可能艺术家提供的资料 做自己的理解 分享给他 但是我都会真的觉得 这个问题不是应该问自己吗 真的吗 可我也很常问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题超合理的 你说问艺术家吗 问艺术家 或者是问 展览的策划人 我也蛮喜欢问这一题的 其实我会想知道的是 那个创作者 他是有自信还是没自信 他留给观众多少 自己去理解作品的空间 因为我觉得在看一个作品的时候 如果你会问这一题 代表你有困惑 这个困惑到 你去解决这个困惑的那个过程 其实常常是看一个作品 看一个展览最有趣的地方 因为你知道有时候 你知道了这个展览 他要告诉你的讯息之后 你会对那个展览 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想法 可能你一开始看不懂 可是你只要多一个条件之后 你就觉得这个展览 真的超棒的 但是另外一种就是 你知道那个展览 要跟你讲什么 你知道那艺术家 他想要表达什么的时候 你就会突然觉得 这作品超烂的 就是不知道比较唯美这样 对啊 有时候就是创作者 表达他的意图之后 你反而会觉得 那整个作品的力道都被削弱 可是回到观看当代艺术 这件事情 我自己会觉得 观看当代艺术 其实还是蛮需要 某一些先决条件的提供 很多很多作品 其实都是建立在 你对那个脉络的理解上 嗯确实 而且而且还有文字 还有文字就是说 他有时候他只是一个辅助 或是补充 但有时候他是作品的一部分 对啊 尤其是我觉得 艺术的文字书写里面 其实 其实也回到我们之前 有聊过的 有一些文字书写 是刻意不要让人读懂的 可是有一些东西是 他可以很有深度 可是又非常直白 又有传透力 然后我觉得 那两种文字之间 就是一种信心的展现吧 或是说当然就是 也有一些神秘感的 专业运作需求在里面 神秘感真的是 需要经营 我觉得 就是需要有一点点距离 需要有一点点距离吧 而且其实我自己在 因为我们每次在写艺术 或者在写作品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说 天哪写这些东西 会不会让人家觉得很烂情 或者是说装模作样等等 就有时候我会有一些 你知道内在批评的 小小声音出现 虽然很多人会回应给我的 是说 他们真的很感谢 我告诉他们的事情 让他们更了解 这个展览或这个作品 可是我内心 还是没有办法 很真心的接受 这个感觉 我还是会有 非常难够理解 对 但我最近告诉我自己的是 就是 其实这真的没什么 这就是跟你要去盯墙 你要去打灯一样 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其实都只是为了 让这个东西 可以更完整地呈现 它并不是出于一种 想要去操控 或者是 出于一种 自我膨胀的心情去做的 就是我真的比较是 想要用一种 可以如实呈现 符合它原本的状态 那种感觉 对啊 而且我觉得 这也涉及到 在你的工作里面 今天这篇文字 他要去沟通的对象 是谁 因为有一些人 他会需要 那个没有被解释清楚的空间 尤其是 书读越多的人 可能越需要 这样子的空间 可是在 对啊 可是在没有这样子的 专业知识 或是没有这些脉络的 条件的人身上 可能他就需要你 先告诉他一个 非常清楚的答案 然后可能顺着那个路径 他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可是 你要先给他这条路 我觉得也有艺术家 他本身的经验差别 就是有些艺术家 他自己是能写文字的 他连灯光要怎么打 动线要怎么走 然后还有就是 展览会涉及的每一个细节 他们都会有非常大的掌控 那这个真的是需要经验 就是当艺术家 他本身愿意去开放出一些 可能让策展人来参与 或是让部展的人来参与 甚至让观众自己去决定 作品的意义的时候 就是那个开放的程度 其实可以可能差到非常的大 那像我们之前讲的 那个沉浸式展览 这个题目来说 他就是把一个体验 其实是控制到很高的程度 可是他同时又是开放参与的 我很喜欢这种矛盾感 就是你知道你可以给出全部 就是让这个展览是有声音 然后有光线 然后有动态 甚至有些还有气味 这些不同的元素 他可以把这整个东西构思到很完整 但是他最终是什么意义 其实还是由 就是真正参与在其中 真的去看展览的这些人来决定的 那在你作为创作者 或者是协助创作者的经验里面 你怎么看待评价这件事情 我觉得因为我不是职业的创作者 应该说是我曾经走过创作这条路 但他最终并没有成为我的职业 所以我觉得评价对我来说并不是那么直接的事情 但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创作者来讲 他必须要承受评价这件事情 会影响到他创作的一个方向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就是做我自己想做的 然后别人的评价可能跟我没有关系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别人的评价一定会影响你创作的方向 可是我觉得那个影响是来自于一种交流跟互动 也就是说 你只有把作品丢出来给别人看的时候 他才会产生一个评价 那这些给予评价的人 他们是真正感受了作品之后吗 还是说他们只是 可能你知道酸民 或是不想懂 然后也见不得别人好 那种不算 我所谓的评价是 对有不同的层次 对对对 我所谓的评价是 就是真正感受过作品之后 给予自己回应的人 我觉得 身为一个人或是身为一个创作者 他一定会被这些东西所影响 但只有当你意识到这些东西会影响你的时候 你才能够真的很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工作 我觉得如果你今天说 我不在意这些事情 我也不想管这些事情 我不管别人说什么 我反而觉得那是不太诚实的一种状态 但是所谓的评价也许是好的 也许是坏的嘛 那我觉得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感受过我写的文字 或是说他感受过某个艺术家的话 然后觉得说 哇这个东西 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 喜欢其实不一定代表是好耶 就是 你今天很喜欢一个东西 不是你很讨厌的东西 其实跟好坏不一定有绝对的关联 可是 怎么样去做出这个评价 然后传达给对方知道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一个作品能够真正成立的条件 就是 如果你今天东西放在家里 就算你做得很完美 都没有人看到 没有人给你评价 那就是你跟你自己的事啊 对 所以一个作品的完成 其实是他丢出去的那一刻 我认为是 而且我觉得一个真正成熟 一个 有力量的创作者 他一定是要训练自己有足够的力量 去面对各种回应 然后即便这件事情是充满各种不确定性 我觉得 其实创作这件事情 他有点像是 如果我们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看一件事情 其实你会被你自己的视线给局限 然后你的能量可能会在这个过程里面 被就是被消耗被蒸发 可是我觉得一个好的创作状态是 你进入一个你可以依赖的体系里面 然后在这个体系里面 你因为必须要 去跟这个社会有一些连结 所以你会跳脱你既有视线去看一些事情 就是你必须把自己托付在 那个创作的一种格式里面 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包含着观众的回应 然后面对评价这件事情 其实因为现在就变成说好像所有人都可以在网路上为任何事情提出他的看法 或是做出负面的评价 我刚刚正想讲 我刚正想讲 我觉得 我觉得在我们讲评价这件事情上面来讲好了 社群媒体其实是一个陷阱题 我刚刚说的那种把作品丢出去 然后让大家来评论 有点像是比如说办一个个展 这一种状态 或者是说出一本书 我觉得社群媒体系 它并没有办法真正达到评价的功能 应该是说我觉得一个好的评价 它应该是 或是一个真诚的批判 我觉得是有责任的 对它是建构在它对创作者的了解力 我之前读春上春树 在写它自己是职业小说家的书的时候 有读到一段我觉得蛮有趣的描述 他有提到说 他很喜欢的一种 作者跟观者之间的那个距离是 他们建立了一个信任之后 观者回来提出他的批判 就是他其实很享受他的读者跟他说 他在他的书里面读到什么样的问题 对方不喜欢 可是这种 这种回馈 这种反馈的状态 其实是 我期待着你的下一本书 但我有点想要提出的反论 感觉上好像 不确定性这个东西是负面的 然后 如果能得到回应 或是信任这件事情 感觉是正面的 可是我觉得反过来想 又有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 这种信任其实是随时可能会瓦解的 然后不确定性 也代表了有很多的可能性 因为 你今天当 你在寻找一个答案 或是说 你想要去追求完成某一种作品 某一种状态的时候 你的那个不确定性 其实只是因为 你还在那个过程之中 所以你还没有一个定论 但是在那个过程中 某方面是很快乐 因为你还有很多的可能性 可是当作品完成之后 其实你跟它的关系就变得不同了 当你完成这个作品 你已经知道它完成出来是什么样子 然后当你把它丢出去 给其他人受众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已经是一个 跟你没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 别人要怎么去解读 你是没有办法 说什么 你也没有办法去控制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信任这个感觉 在创作者跟在 可能支持他的人之间 其实也是一种 很岌岌可危的关系 因为我就常会听到说 本来很喜欢某某艺术家 但是因为他有某种行径 然后他听到之后就觉得恨他 然后他还到处跟别人讲 我跟你说这个艺术家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你知道那种有爱生恨 因为你有很高的期待 对 你反而很容易受伤嘛 对我觉得 期待这件事情 或者是说 想要去控制 你希望你喜欢的东西 维持在某一个状态 你希望它不要改变 这是我自己会提醒我自己的 点 就是 当然你今天可能 做了一件事情 大家都觉得很好 大家都给你很多很好的回应 可是如果你 两三年后 你还在做同一件事情 也许大家就会说 你怎么都没进步 你怎么还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觉得他其实会给我一个反省 就是 我必须要一直很勇敢的去 尝试我 不那么熟悉 或是不那么了解的事情 我必须要不断的去 可能加深或是开拓我的经验 我认同啊 所以我也觉得 如果我们要去谈一个创作者 他怎么评价自己的作品 我相信这也只有那个创作者 他自己才知道真实的 他给予自己的成绩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是说 因为现在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 艺术家在 如果一个职业艺术家 他是有在这个艺术市场里面混的话 其实他们都必须要面对 不断生产这样子的一种耗损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 一个很好的艺术家 他也是很有可能会做出 很不怎么样的作品 就这些都是很正常 可是你要怎么去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持续保佑你自己的能量 跟相信你自己的价值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 但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 其实策展人 或是专业的艺术工作者 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他们可以是第一个看到作品 然后做出比较详细的检视的人 所以你知道你今天 跟一个专业的人讨论作品 或是讨论一些工作的细节 跟你直接就丢出去给大众 是不一样的状态 然后再来就是说 对于整体脉络的掌握 读到多少 就比如说 我又没有办法知道 我今天怎么去推广 我现在在做的展览 怎么讲才是对的 如果你今天把一个 明明就不怎么样的艺术家 讲成是一个大师 那样的推广真的对它有帮助吗 就如果你对那个整体的脉络 其实并没有 就是真的很 很可以在其中有刃有语的话 有些话其实讲出来 都是反效果 对 而且是很多话 不适合艺术家自己讲 对 就是怎么去定位一个艺术家 跟艺术家怎么去定位自己 他其实是需要 要非常专注的去整理 就是可能当下发生的事情 还有他跟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时代 在做这件事情的人的关联性是什么 那我觉得在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很多观众 他们可能很喜欢艺术 可是他们可能还是会依赖 比如说美术馆的一些介绍 或是画廊的一些经理 那再来就是可能市场专家等等的 他们还是会依赖像这样子的一些客观的知识 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艺术本身太主观了 那当你今天是建立在一个感受性 一个感受的能力上面的时候 我觉得主观性是必要的 但你觉得如果说 就是在客观跟主观之间 你有挣扎吗 就是你会觉得说 如果今天一个东西 可能你自己觉得好 可是你身边的人都觉得不好 或是这个艺术家的市场可能很差 你会被影响吗 很常发生啊 就是我每次看作品的时候 都有感觉到我的两种头脑在运作 一种会是说 这在市场上一定是会很容易成功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说 这作品很打动我 我有意识到就是 很容易吸引我的作品 不一定是在市场的买卖上面 很有效的作品类型 所以如果今天我的角色 是要以专业的身份去谈论作品的时候 我就会很清楚的 需要去切分 今天我们在讨论的需求是什么 我会用不同的方式去运作 我对这个艺术家的分析 然后有一种时候 是这个艺术家的作品 他很直接的打动 那种打动 有一种时候是 你就是不知道他到底在干嘛 看到这种作品的时候 你其实会觉得 因为你可以感觉到 你不确定他到底在干嘛的 这件事情 是他真的不知道他在干嘛 还是他很清楚他在做什么 只是他要丢出这个不确定的状态给观众 然后我觉得当他选择 把不确定这件事丢出去的时候 其实代表着某种信心 就是他现在要你去面对 这个不确定性 我觉得在一个追求效率的环境里面 创意跟想象力 往往是站在对立面 就如果你要一个东西很有效 代表你已经预先想好说 这个作品要去服务什么样的群众 可是有一些作品 他就是没有要满足这件事情 然后这种作品出现的时候 有时候不是他直接 以一个美学的姿态打动我 我觉得常常是 在背后那种能量会很吸引 对 但是当然有另外一种 就是他可以把所有的面向 都顾及得很好 很幻中选一 对啊 对那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得 那那种就是 我两种脑袋连接在一起 就是这么好的作品 一定在市场上面 就算现在还没有反映 但是他未来一定会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位置 我觉得这样的作品也是存在 你讲这我蛮有共鸣的 就是这种两种脑袋的状态 因为 我曾经有 就是 类似的经验 但有点像是说 因为我之前在拍卖工作嘛 然后因为我会大量的去看 博览会跟展览 就是会关注很多 艺术家的动态 还有就是要强迫自己 可能吸收很多新的市场知识 这样子 然后我有一段时间 就是完全的 美感疲乏耶 我那段时间真的病得很重 就是 我可以快速的看过 非常非常大量的作品 然后但是我内心 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已经看不出这东西 超之坏 可是我可以有非常大量的资讯 一直在运算这样子 这是一种经验 但也有另外一种经验是 我在工作 我在拍卖里面工作的时候 就实际的拍卖 可能我们在预展里面 然后我明明就在工作 明明就很 一直在想很多 要怎么去做买卖这些事情 但我会突然 就是你知道 在经过一张作品的时候 我整个心头一震 就是觉得说 哇这作品的能量很强 它连这个这么 商业的环境 都没有办法 掩盖过它的 它的那种能量 那个经验 我觉得是相对的 就是 就像你讲的 在某一瞬间 可能 我发现自己的感受力 跟我的 理性计算的能力 完全的失联 然后跟 它们连起来 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感觉 我当时看到那件作品 让我有这个感觉的作品 它其实是一个 非常痛苦的一部 谢谢 然后我觉得那种 石田彻野 嗯 然后可是我觉得那种 对于痛苦的共鸣 其实是来自于 你刚好可能在 某一种 因为你知道 石田彻野的作品 它其实都是在一种 社会的捆绑 嗯 底下 就是那种被 被动弹不得的 然后被物化的 对 的那种 它的影像很直接 对 然后我觉得 它的作品的意念 其实很强 就是你真的可以感觉到 那种痛苦的意念 是如何在 透过其中的人的样貌 呈现出来 所以那其实是一种共鸣 我觉得它有点就是说 我在那个体制里面 其实我已经被 僵化到某种程度的时候 那 它可能是一个提醒 让我感受到这件事情 那个体验 其实会让我觉得 很珍贵的原因是 你如果去想 为什么 在一个市场里面 明明就有这么多的东西 可是 就是这些东西都可以并存 不管是顶尖的大师 或是那种 你完全没听过 然后可能就是一个 破破烂烂的作品 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那种 它是可以并存的 然后我觉得这种 这种可能性 跟他们之间 可能会发生的对话 其实有时候 也会让我觉得 更开放吗 因为你知道有时候 你很喜欢那种 很knit的展览 就是 所有东西都很完整 每个东西都很到位 然后很紧密的扣在一起 那是一种理想状态 就是你渴望在 这样子的一个 可能完结感 或者完成感里面 去丢到某一种 美学上面的满足 但是那种很混乱的 很 杂气杂巴的那种东西 其实我觉得它的能量 其实也很有趣 因为它太开放了 所以你可以 每一个人可以在里面 找到不同的东西 那你会不会觉得 就是在 艺术产业里面工作 其实很常面对 市场跟学术之间的 那种落差很大的状态 我觉得很明显啊 而且其实大家 应该都觉得很困扰吧 我说的大家是可能 你知道在市场工作的人 跟在学术工作的人 其实他们的困扰 就是不同的 因为 其实这两个东西 认真说 应该是要互相 互相补足 那其实在西方市场里面 他也有建立了这样架构 就是一个一条龙 怎么样在 学术跟市场之间 形成一种 资源的互补 可是 我自己觉得 比较难过的是说 好像 我们只能选一条路 就是如果你今天选了学术的路 你就必须要做学术界 能够认同的事情吗 那你今天如果选了市场 你就必须要做市场 能够认同的事情 那可是我觉得这样的选择 有时候就是太过分裂了 因为这两个东西 本来就都是需要的啊 不过 我还是蛮想分享 一些比较正面的例子 就是我最近 其实有重新感觉到这个力量 然后觉得还蛮被打动的 就是我去 关度美术馆看李杰的展览 那个展览叫做 保持荒凉的表情 就是我觉得 回到我刚刚讲 你知道有一些作品 你就会觉得 它是为了生产而生产 所以有很多那种 政治诉求或是表演成分 那我觉得李杰这作品是 其实它本身个人 对于政治遗体跟环境 有非常强烈的关注跟介入的 可是在它作品里 它完全不讨论这件事情 它就是把一个情绪 带到它的展览里面 然后那个展览是 有绘画装置 跟非常多的投影 去共同完成的 就是它是一个 非常持空间的展览 就如果你有看过它的展览 你应该稍微可以想象 就是它的展览 其实跟光影有很大的关系 还有声音 其实都有非常强烈的那种连结 我其实在看它的作品的时候 我会稍微连接到 Wolfgang Tillmans的创作方式 他们都是用个人的 实际的行动 在关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艺术家这身份 并没有限制他们的生活界限 可是当他们回到创作的时候 他只是在把一个艺术家 消化这个世界后的这个情绪 带回到一个空间里面 我其实在看那个作品的时候 我有非常强烈的感觉 就是这个作品回应了好多 我们现在在讨论的事情 譬如说我们看展览 我们需要在一个实体空间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他就是回答了这件事情 因为你走在那空间里面 你就是非常自然的可以成为那个作品的一部分 他也回答了装置 录像还有光线 这些在当代艺术里面一直在讨论的问题 好像都用一个非常非常轻盈的方式 在这个展览里面被给了一个答案 所以我自己在看这个展览的时候 我其实觉得他给了我很多的能量 就是好像当我下次在这个两个头脑打架的时候 这样子一种看展览的体验 其实是会回来提醒我说 那个能量是存在的 只是他不那么容易出现 其实我想 其实我觉得我想要讲的是 你知道因为你刚刚讲的这两个艺术家 像李杰跟Tillman 其实我都follow他们算非常久了 就是超过十年 然后我觉得在这样子的艺术家 我很欣赏的地方 我觉得倒不是说可能他们的单件作品 或是说他们在市场上的表现 因为我认为这样子的创作方式 他需要发酵的时间 我觉得可能是二十年以上 那当然像Tillman 他现在已经在场上很成功 可是其实前面做了很多的事情 那这一些东西 其实都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 这件作品美不美 这件作品好不好 我自己现在看作品 其实我几乎已经不看这个东西了 我看的是一个艺术家 他的practice 就是他的整体实践是什么 整体实践这东西讲起来好像很抽象 但是就是这个艺术家 他每天早上起来 他做的事情是什么 他想的事情是什么 他跟谁hand out 你知道 只是 他是在什么样子的脉络去创作 他对话里在关注什么 对 他关注的事情是什么 他的焦点 跟他怎么样去创造出自己的一个宇宙 并且是透过他的行动 跟他的持续 持续性 而成立的 就我比较会看的其实这样子的东西 还有我觉得 在年轻的时候 我很着迷于 就是 才华这件事情 就一个人有没有才华 或是 你知道那种 很独特 很出格的那种状态 可是 我觉得到了一个年纪 跟我觉得 工作时间拉长之后 我觉得工作习惯真的太重要了 我觉得他比 才华还要更重要 你是不是真的很清楚 你要做什么 然后你怎么样 透过 每日的这种 规律吗 或是说一种 一种记忆 他其实也有一点像是一种 职人的精神吧 对 因为你知道像 比如说像YBA 他们那种年代 就是他们就是很擅长说 你知道丢出会很震撼的东西 就好像很惊世骇俗 然后 然后就是快速吸引大家的注意 但是你知道英国这种艺术家太多了 就是多到现在大家看到这种东西 就是觉得说 蛤 什么 就是 你知道就是已经觉得说又来了 但是你已经不会再有任何经验的感觉了 就是这种东西你能玩多久 你知道我很喜欢一句话 就是我前几天读到 他就说 这句话据说是齐克国说的 但我不知道 他就说没有人能将信念交给另外一个人 有些知识和信念就是真的是你只能透过经验得到 我觉得这件事情在 艺术产业工作 我觉得是 我自己觉得蛮有共鸣的 因为你当然可以跟另外一个人讲说 你的工作的价值是什么 或者是什么东西是好 什么东西是不好 但这些东西就是真的只是表面而已 你没有办法透过这样子的沟通 获得真实有用的知识 你只能够从实际上去做 比如说做一个展览 或是写一篇文章 或者是我不知道办一场活动 就是这些东西都是 你真的要实际去做 而且你必须要透过跟其他人的协作之中 才能建立起来的事情 你自己觉得 你对专业的理解是什么 我觉得 有一件事我会尽量去避免 就是怎么讲 一种未知的已知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大家都这样做 我就跟着这样做就好了 我会尽可能在我的工作里 去避免做这件事情 所以当我要完成一个工作的时候 我会想知道 我们选择这个做法 它背后的脉络跟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其实艺术市场 很多人觉得很神秘 也是基于这样的原因 就是很多事情好像 你也不知道那个源头是什么 就是以前的人都是这样子做 它就成为了一种规则 可是我觉得这个规则会变成说 有一些人他反而会让这个东西成为一种框架吧 很多人也需要这个框架 对 但是对我来说 面对不确定性 那个专业的展现就是在 你对这个脉络的掌握 你知道某一些时候 你其实是可以提出一些 不一样的回答问题的方式 我觉得很多人对于这个脉络都很 把它当成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我觉得这是最不理解 这是最不理所当然的事情 而且会需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去建立 也就是说 其实你工作真正的那个成果 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但是很多会是在那个脉络的经营上 如果要再跟深入的讲就是 你知道有些人他在那个位置上 可是他不一定会做那个位置该做的事情 那他就不构成一个脉络 比如说 好我不要讲的是谁 但可能就是说某某美术馆的馆长 可能大家都会质疑说 你当这个馆长够格 但是那有可能 那他们质疑的背后是一种政治的角力 也跟这个人实际上的能力没有关系 但是也不可否认的 他如果在这个位置 他就是会需要有一些策略性 或是社交上面的需求 很多这种例子都会让我觉得说 你能说他不对或是不好吗 因为他确实也是工作很实际的一部分 只是当你的判断标准 如果变成是用那样子的角度 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空虚就是 因为他其实可能跟艺术 已经没有什么关联性 我只是说我觉得 其实艺术产业里面有 很多事情跟艺术都没有关系 其实我觉得 他会不会 不会把剪掉 没有啦 但是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艺术产业里面 那个社交的需求 其实是很高的 就是有很多人 他的需要 其实是在社交上面的连结 或是认同感上面的满足 那艺术可能是他的工具 然后这里也有另外一个盲点 就是大家在讨论艺术的时候 我们到底相信的是什么 有人在讨论艺术的时候 他是泛指产业相信的艺术 所以当他在讲艺术的时候 已经包含了产业面的参与 就是收藏家 画廊 创作者 这些人 但是有另外一些人 在讲艺术 他就是在讲创造性 那这两个人 根本就没有办法对话 因为他们在讲的事情 就不一样 对 而且你知道现在很多 比如说有设计啊 插画啊 时尚啊 然后音乐啊 电影啊 NFT啊 这些东西可能 大家到底有没有把它包含在 所谓艺术产业的这个范畴 我觉得也是 有点疑问的 因为可能其他的那些领域 比艺术更大 就是 不管是 以整个行业的 参与的人 或者是说他的资金 可是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 艺术文化这件事情 到底有没有 必须要是一个独立的领域 因为现在连很多的 就是艺术史学者 或是说一些 真正的那种 在参与美术馆 这个系统的人 他们其实都已经知道 这个东西已经完全商业化 跟 其实它本身也是一种消费商品 可是 很多人其实不希望是这样 就他们还在抵抗这件事情 我可以提外话 讲一下我前几天 在微信上看到一个影片 然后他就是在调侃这件事 他里面提到一个现象 我没有去验证 这个商业模式到底存不存在 但是我相信有 就是有一种商业模式是 帮某些人经营微信账号 然后他们就是会请艺术史学者 来写一些 看展的心得啊 或是帮这个个人的账号 营造出某种艺术爱好者的形象 让这些顾客 可以打入艺术圈 进而去认识 艺术圈里面的上流社会 这样子 当然我觉得这事情 也没有让我太惊讶 但是我就感受到说 哇 就是如果一个艺术史学者 他经过这么 长时间的专业训练 但他 他出社会的话 去做这个工作 那到底是什么心情 我好难想象哦 我觉得如果钱够多的话 我也还蛮愿意接这种案子啊 哈哈 我也不知道 如果我被 因为那是真实的需求 到我眼前 我要不要做这个工作 就其实我们在设定 这个主题的时候 刚开始我们会讨论 这个主题 是因为我们觉得市场跟 跟学术之间 好像有很大的落差 可是我的想法 真的就是说 如果市场是这样 其实我们应该去 接受他现在的样子 而不是 无谓的批评 可是也改变不了什么 但是我觉得 如果有一些理想 或是真的自己在 产业里面 艺术的发展上 有一些期待的话 我觉得可以尽可能的 去用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去实践跟创造 然后我想分享一下 我在纽约时报上面 看到的一篇文章 它是3月19号的报道 它在讲的是一个 印度的收藏家 叫阿比赦波达 它在南印度的一个 叫做方加罗的市 要成立一个美术馆 那这个美术馆呢 叫做Museum of Arts and Photography 那主要是展示它的收藏 它的私人收藏 非常的可观 那这篇文章在讲的是 它在这个美术馆里面呢 它会成立一个学术部门 然后它要推出一个 艺术史的一个百科全书 这个百科全书是线上的 它会邀请非常多的学者 一起来参与 让这些资源都是成为公开的 就是它可以让 任何对艺术有兴趣的人 像是策展人藏家学者或是学生 都可以共同来使用这样的资源 然后它的最终目的 其实是希望可以 透过教育去提升印度人 或者说这个国家 对于自己的艺术史的一种 共识的凝聚 类似像文化认同这样子 对对对 因为它觉得印度的美术馆 没有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印度的美术史 都是西方的机构在书写 所以它为了写这个百科全书呢 他们就找了很多的专业学者 来书写 然后它会让国际的专家 再去检视他们的书写内容 而且他们会翻译非常多 早期的这种学术文章 那因为印度有很多的这种 美术史的文章 或者说知识 都是用地方性的方言 或是地方性的语言写的 所以很多国外的人 其实没有办法透过这样子的文章 去理解印度的美术史 那所以他们也打算把这样子的文章 尽可能的翻译成英文 让更多人可以阅读 然后也让印度的年轻人 有管道可以更认识自己的历史 而且他们也觉得说 这个对收藏家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们的经济体在崛起 那有越来越多的收藏家 有能力收藏的时候 其实如果他们对自己的历史不够了解 他们也会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可以用什么方式去收藏 所以他其实也是透过这个方式 希望收藏家可以知道自己有能力收藏的时候 他可以发展的收藏脉络可能是什么 然后对更年轻的收藏群来说 因为很多年轻人其实已经不会去图书馆了 然后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线上 所以他们就是也让这些资料尽可能的线上化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就会成为 比较年轻的群众去认识自己历史的一个管道 就他有很多那种线上课程 然后我就觉得说 其实我们之前在讨论一些日本摄影师的时候 我觉得很多时候要找资料 好像都必须要到西方的网站上面去找 因为就我看不懂日文 我就会觉得很挫折 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在做这件事 对啊 就有时候想要读那种230年代的东西 我自己是想要研究比如说像日本前卫艺术史这东西 然后就是真的非常详尽的那些研究都是日文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天啊 那我真的要好好学日文 再有办法去研究这个东西 对啊 可是你学好到你可以研究那些东西 这中间需要花多少的时间成本 真的 我想要分享这个印度的美术馆的这个案例 其实是我觉得前阵子我会觉得 艺术史某种程度上好像变成不确定性发生的时候 很多人攀附着艺术史 没办法去接受新的事物发生的一个限制 好像是宗教一样 就是对对对 好像是说 心灵可以依赖的 没有在艺术史内对被认定的东西都不算艺术 可是我在这边想分享的 其实是我觉得艺术史它也可以是一个很积极的工具 去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我一直很相信就是 我觉得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就是它都是以我们当代的眼光去诠释 我现在也在思考的时候 我们今天这一集讲的内容 很可能我觉得两个月之后 我就会完全推翻我自己 就觉得说我当时到底在讲什么 可是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很真实的 我觉得这其实真的就是一种探索 因为我今天分享的这个纽约时报这个文章 其实我也在想我要不要分享 因为它只是说它要做这件事 但我们也不知道它会做成怎么样 那我现在拿来做一个好像正面的示范 我也会担心 但是它会不会其实有非常多的瑕疵 可是我觉得它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去想象的一种可能性 对所以做个总结 我觉得做一个总结就是 关于不确定性的思考 其实是在问自己说 当你还不知道答案的时候 你可以如何自处 我觉得我们刚刚那些所有的讨论 其实最终都还是回到 此时此刻的我可以做些什么 我可以怎么去转换我的认知 或是转换我看这件事情的角度 而且其实我觉得不知道的事情 分成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 跟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 但是也很不 你好像在闹口 我的意思就是说 有些事情你知道你不知道 你承认你坦诚这件事 但是同时你保有着 你永远都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事 我就会觉得 在所谓的艺术世界里面 还是有很多事情是可以期待 我觉得其实这个才是我们的 算是核心价值吧 就是当你可以一直保持在好奇 其实是因为你已经知道了很多事情 所以你才能够知道 还有多少事情你不知道 但如果我们总是一直停留在 我们只想要讨论我们熟悉的东西 我们喜欢的东西的时候 那样子的讨论会相对来说 丧失了那一种前进的动能 所以也可以说不确定性 也是我们的动能 如果我们程度上是 但还是有点让人害怕 那怎么样 你要不要去烫头发 我不知道耶 因为夏天到了 我想说还是在等一下好了 可能考虑到今年的冬天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那如果大家听到这边呢 就是一样 希望可以给我们五星好评 然后我们会把今天 我们提到的 不管是文章作品书籍 都放到节目的介绍栏位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 有任何想法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互动 对啊谢谢大家 因为其实我们有收到蛮多 怎么讲 就是蛮感人的一些回应啦 所以就是也想要真的再更认真一点 真的我觉得收到这些反馈 真的会让我们更认真一点 每次想放弃的时候 就会想到说 我们还有我们的好朋友 对谢谢大家 好朋友谢谢大家 好那今天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